舞者在大楼外墙翻腾跳跃 结合了高空绳索跟现代舞 展现出利于美的高超技巧 这是美国的高空舞团Bender Loop 将在新舞台艺术节 首度跟台湾观众见面 演出为高雄港督量身打造的作品 波梭之岗 小提琴大师基顿克莱曼 也将率领他一首创立的 波罗提凯弦乐团 为台湾观众演出新四季 延宕已久的新舞台文字案争议 在新舞台停止营运两年后 中国信托承诺将在原址重建 同样规模的艺文空间下 获得圆满的结果 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时间 让他慢慢就化解 这个法条的事情也是一样 那现在有新的法条出来 包括两边 中国信托跟市政府的合作 其实在一个很温和的气氛之下 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届的新舞台艺术节 十月将在高雄登场 国内外六档艺文节目 将轮番上阵展现出不同的创意风格 新舞台文字案圆满落幕后 我们有了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新舞台艺术节将成为 我们每年和艺文界最美好的约定 绿光剧团改编作家段彩华小说 上演新作《鸭姐 菜鸟警察老爬手》 将台湾文学跟喜剧巧妙结合 呈现出警察鸭姐爬手的有趣过程 以明年或者明天见 在台北创造亮丽票房的杨景祥演剧团 将以不同的演员阵容 让高雄观众偷窥两段不伦之恋 探讨不同世代的爱情观 我们在首演的时候 是一个三面四的舞台 跟观众比较近 那时候有一种偷窥的感觉 那现在呢 在大东艺术中心 它观众席跟那个是有点隔开的 所以它整个风格呢 会很像是在隔壁大楼 看Motel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还是有很那种 拿着长镜头看偷窥的感觉 总统千金将在两个礼拜之后 在国家剧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根据我们K24总部所接候的线报 恐怖分子还有可能在首演当天 对总统千金下毒手 那很简单啊 你叫那个傻逼 把朱丽叶让平衡演就好了 台南人剧团推出 K24十周年纪念版 这出影集式的舞台剧 将连演六个小时 挑战观众的看戏极限 为了十周年 然后全新打造一个比 就是2.0的舞台 然后服装也是 然后灯光也是这样 所以几乎是 大家来看这出戏的时候 大概除了演员是 原班人马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一样 刚结束在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 无独游偶剧团 也会带着改编自 安徒生童话的 大型偶剧歌舞秀 雪王子 藉由大型动物戏友 跟纯白舞台布置 带着观众走上 爱与勇气的冒险之旅 新舞台艺术节 带着表演节目走出台北 向南延伸 打造出不同的全新舞台 原来是无独游偶的雪王子啊 你好 欢迎收看小世界 我是黄慧玲 今年新舞台在高雄办艺术节 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精彩的作品 其中明年或者明天见 是今年票房和口碑 都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剧中有两对男女 一对是每年约定见一次面的 外遇男女 另外一对是感情始终 无法专一的一夜情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两位男主角来分享 明年或者明天见 首先介绍男主角之一 高英轩 英轩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男主角 龙丞翰是Chris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Chris 龙丞翰 我刚刚其实讲得太快 剧情其实非常的精彩 我想我们先请英轩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剧情 好不好 剧情上面其实是两段 不同的故事凑在一起 所以其中一段的故事 也就是Chris 他们这边会演的 是一对偷情 长达二十年的男女 应该是说 这他们都是各自结婚的 所以是两对夫妻的先生跟太太 另外偷情了二十年 每年见一次面 都约在同一间Motel 而且在同一天 同一天 在这一年中间 都不会彼此相见 在这之间都不会联络 都就是一个游戏规则 不能彼此相见 就是那一年的那一天 这样子 而且还不打电话联络的 就只有那一天才会碰面 可以剪去吗 不行 那时候还没有剪去 那时候还没有 可能是BBC 二十年前 横跨二十年的感情 对对对 BB Code的时候 那时候是BB Code 对然后这边这一段故事会穿插 他另外我们这一段是属于比较 时间就是在现在了 而且时间就是两三天之间的事情 然后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两三天之间 他们的故事是二十年 我们的是两三天 然后所以才会变成明年 或者明天见 到底是要什么时候见 我们这边的是 我这个男生 他是叫Shun 他从头到尾都 每天会带不同的女人回来 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一个 烈焰者或者是 他其实也有某种程度上面的洁癖 所以他每天都会审查 他要带回来的女人 然后今天来了这一个女的 叫Zoe 留在他这个房间 不走 完全不在他的预期当中 然后他留下来 留下来之后 这一对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人 然后开始慢慢地培养出了一点 算是感情吗 还是什么 大家对于情爱的观念 两个人在对峙当中 也许有找到共同点 也许没有 但是比较像是唇枪舌战的 一直在讨论着 但是他们这边另外一对的故事 就变成横跨二十年当中 一直在交心的 但是也同时在讨论着男女关系的课题 我们昨天才想到一个一句话 就是很纯爱的外遇 为什么形容他是很纯爱的外遇 因为你说每一年见一次 然后中间不能联络 那如果是以男生来讲的话 这不可能的 这真的很难 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你就会想尽办法 一直打电话给他 而不是说我们约明年 这个时候再见一次 就是很抽象的 怎么可能呢 如果你很爱他的话 你应该会常常想要见他 可是这个规矩 其实就是很吊诡 对他又延续了二十年 所以你觉得他是纯爱 就是你外遇好像也很 真的很专情的感觉 就是你真的就是跟同一个人 外遇的很专情 对 这样子也很奇怪 就是偷情都可以这么痴情 对对对 连欺骗都这么的真诚 太夸张了 所以我就一直那时候 就跟导演聊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们两个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导演怎么跟你说呢 导演说其实这个是一个 你要看跳过这个东西 是说他们有彼此的共识 他们有这个共识 因为彼此都有家庭 对对对 也要把这个放进去 对对 然后就是把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当成是一个 每一年像是圣诞节 对对 每一年固定的时候去相聚 这样子对 你自己怎么去诠释 这个男生的心情呢 因为显然这个男生的行为 跟你的认知模式是有冲突的 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角色某一块东西 是让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太执着于他自己 某一块原则上面 但是他也有某一块 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 就是让我觉得说 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原则是什么 你佩服他的是什么 像原则上面就是说 他那个很怪的原则就是 譬如说他们每一年约同一个地方见面 可是他坚持就是不给那个女生 就是开车送他回家 或者什么 他觉得只要超过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完全要断掉 我们的外遇关系 仅止于每天 每年的这一天 以及这个地方 这一天还是有一个地方 不可以超出去 对 我觉得这个 而且好像还是在同一间房间 对 房号相同 就是就是同一间房间 没有换过就是那一间房间 这是booking的时候 今年结束的时候 就是booking明年 未来四十年都是这一间 对 还有就是我很佩服他 就是说他可以这么坚持 每一年做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也是很佩服 对 然后这个外遇的对象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抓住他 吸引他 所以那个角色在剧里面 他克服了哪一些人生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去赴约吗 家里有事情 他可能都要想办法 找理由 对 对 为了就要去找这个女生 这样 女主角这样子 其实那个剧本中的 那个男主角的老婆 就是他的家庭 好像就是某种原因 再加上这个外遇的事情 他也知道了 而且这个男的内心 真的好挣扎 就一直挣扎 而且你看他的人生 其实是真的是中规中矩 然后功课又好 大学毕业 跟他大学同学结婚 生了小孩 然后失业 一板同顺的人生 但是他就在那个框框里 他不愿意再做一些突破 或者用别人的角度 我会有这么 这个感觉也是因为 我家族里面有一个人 也是这个样子 他也让我有这种感觉 你是以他为想象 某一块 有 对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我家里面某一个人也是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对 这个角色他在戏里面 有一本花名册 是 那这本花名册里面记录了 一百四十几个 他曾经有过关系的女人 那其实说穿了 他们那一对也有一个本子 实际上是这个男的 每一年写给那个女的的信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出戏里面 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了 对 那个时候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教育 是比较填鸭式的 就是你读书其实 你有的时候读书 可能是在为别人读 你可能就是要被比 你要这样读 你要这样读 你要做这件事 你要做这件事 可是他们可能对生活 对人跟人之间 或是他们已经有一个 人家讲说是对的方式 他们不愿意去尝试别的方式 或是用别的角度去看 就是他们已经 有一点脱离了 好悲哀哦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环境 我觉得 音轩是很早很早以前 就演过这个角色的 对 十几年前就演过 这个角色的故事 同一个角色 同一个角色 就是这个角色功课 十几年前你就做好了 对十几年前做好了 做好了那一本 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因为对 因为要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我这个角色 他在戏里面有一本花名册 是 那这本花名册里面 记录了一百四十几个 他曾经有过关系的女人 那其实说穿了 他们那一对也有一个本子 实际上是这个男的 每一年写给那个女的信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一出戏里面 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了 对 那 我以前在想的就是 好 在我原本演的 这个明天剑的部分 也就是被忘录 原本这个原始剧本的部分里面 这个女人突然出现到 这个男人家里面 然后他就要留下来 这个男人怎么样把他赶走 都赶不走 然后到后来变成 这个女的留在这边 这个男的也接受了 变成这个男的愿意要接纳 这个女人的时候 这个女人不要了他要走了 这到底到底男性跟女性 男人跟女人在爱情上面的 这个承诺的点 是不是时间总是不一样 比方像我们会 我以前的时候就觉得 是不是男生很爱先给承诺 所以说你一口漂亮的话 然后最后就是你真的好美 我好喜欢你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爱的一个女人 然后隔天上完床之后 就再也不联络了 那这样这样子是一种逃避 还是一种面对呢 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 我们演的这个备忘录里面 我我感觉到的就是 一段正式的爱情开始了 男生可能很早就会说 比较承诺的话 然后在在我以前认识的人里面 女生都比较晚才会说到这件事情 然后真正承诺的话 这件事情其实就很放在心上 可是男生一开始很热情的 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掏出来了以后 慢慢到后来开始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点无聊了 还是有一点点乏味 还是有一点问题 或有一点争执 女生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保护 跟更多的关怀的时候 男生这个部分反而少了 他就退缩了 对也像我们常常在电视 或者是电影里面看到 结婚以后 老公就是拿着摇供器 然后老婆就是拿着扫把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故事里面的我的这个角色 他比较原始的状态上面 像是一个很害羞的男生 他对于女生不知道是要怎么接触 他不敢跟女性讲话 因为不知道到底女生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 才会被女生接受 就是喜欢的人到底要怎么表达 还是怎么样 那慢慢到有一天发现 好像其实在戏里面 没有没有 不用说什么 在戏里面的部分 也是这样子写的 我的角色是被 比方说是被守女来带起来的 比较像是到了如蓝寺 我们的年纪这个状态 那所以这个害羞的男生 在那个时候被点醒了 他一开始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好像其实 开窍了 好像其实眼神对了 看到了 没有做回应的部分 只是害怕 但是如果我做了回应 那一切接下来好像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我的这个角色后来就开始上手 开始把他的那个自卑跟他的害羞 都都压抑下去 换一个方向的压抑 变成他开始有自信 他觉得这样做 他好像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 所以他开始不断的去寻找 但是这样子寻找一夜前的状态 是不是实际上他对于爱情这件事情 还是恐惧的 对 所以说不定是另外一种保护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保护 我觉得是 两个层面不同的洁癖 对 对 银萱之前演这个同一个角色 隔十几年再演同一个角色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体会 或是在演戏上面 其实就会更轻易的 可以掌握这个男生的心情 比较像是以前那个时候 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去找 到底为什么 到底这个角色长什么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做 然后比较像以前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悬殊的状态 是以前在想这个角色的时候 男生决定要留下来之后 这个女的却反而要离开了 最后男的把钥匙留给女的 然后这个男的离开了这个房间 那以前在演出的部分的时候 开始会想说 他为什么要走 他走是不是 他觉得他唯一一次 正式要做一个commitment 正式要承诺一个终身的时候 反而被做到了一个很强烈的拒绝 对于他的人生来说 是不是其实好像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 所以以前那个时候演出 就是离开这个房间之后 我就要去死了 所以以前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灰色的一个设定在背后 然后试图想要了解到底 一个三十出头的人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一个二十几三十岁的人 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 反而会比较用轻松的方式 在看待他 然后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可是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件困难 可能就会觉得这就是永远了 这个困难就是永远都卡在那里 一直过不去了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 每一天都还是会继续 你的日子从头到尾都会一直不断地继续下去 还有更难的在后面 所以这个问题来了那怎么办 那就好那解决它 接下来还有下面一个问题要继续 好 关系开始了 那接下来是什么 大家都不相信 我真的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我那个时候的功课是开始拿着相机 去路上问路人 我觉得见到一个漂亮的就问他 小姐我请问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就是拍个照 然后就会被问到底要做什么 好 刚刚其实在我们开路之前 讲到那一本音轩当年做的备忘录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那时候是怎么准备这个备忘录 真实生活的 真实生活的 因为其实很好笑 我真的是大家都不相信 我真的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那为了要呈现这个角色 比较勇敢于跟人搭讪 或者是去跟人交流 跟女性交流的这一个部分 尤其是陌生人的部分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功课 就是开始拿着相机去路上问路人 我觉得见到一个漂亮的就问他 小姐我请问我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就是拍个照 然后就会被问到底要做什么 没有 我其实是那个做什么什么大学 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 需要拍一些女性的照片 那个profile照 来看一看女性的那个脸部关系 对于人有什么感觉 反正扯了一堆理由 只是为了让我 你的成功率有多少 有多少女生觉得你根本就是 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到底是要干嘛 都很害怕 所以很多人都不要 曾经有一个女的 我交涉大概快要二十分钟 都已经掏心掏肺了 然后她才愿意让我拍照 然后说那你要 并且留电话 对对对 那你要告诉我 你们演出资讯 什么时候我要去看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那非常好 其实那个时候成功率 也没有到很高 好啦七成算是很高了 很高啊 但因为我找的人不多 实际上 所以我发现一直在路上找人 就找人家 对对 差不多差不多 那本册子还留着吗 那本本子还留着 那个我做过的功课都还留着 对 只是这一次的故事就跟那个时候的 长得就蛮不一样了 所以那个本子也没有办法在这一次 拍摊用场 对 好 最后我想要请两位跟我们说一下 你们觉得明年或者明天见 想要说什么 吸引我的 我觉得这个剧本是让我觉得 每一个人面对情感上面的问题的时候 的角度都是不同的 但是重点是在于你要用别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而不是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不要那么的自我 对 我看完这剧本 第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这个时代 是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很奇怪 大家还是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在看事情 多同理心 对 想一想别人 多同理心 因为多为别人想这件事情 是我看到这剧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反省自己的一个东西 好温暖哦 对 对于爱情 或对于生活 或对于生命 我们怎么样在 第一时间就 不管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行 我们要承认自己 我们不要老是以为我们自己什么都很OK 什么都很没有问题 就把这些问题都推到一边去了 逃避他不理他这样 所以我们男人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逃避他不理他 把东西丢到一边 就好像看不见了 扫地扫一扫 就是扫到沙发下面就好了 但实际上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当你把这些沙发移开的时候 问题都在那里 东西都藏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些细节的部分 我们要看到不只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我们还要知道别人看到的世界 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在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当中 找寻我们一起往前进的方向 才不会停留在一个 二十年来每年都只有见一次面的偷情 而没有办法真实变成一段完整的爱情 这段关系它不完整 然后每天都偷情 然后今天碰到了一个最爱 结果最爱也不愿意跟你留在一起 这个关系也不完整 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看到自己的缺点 看到自己害怕的地方 然后跟对方交心 把那个 我们都要去接受对方 比较脆弱 比较不完整的那一块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完整的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的话 才会是最好的一个功课 所以这一出戏会让人觉得难过的部分就是 好像爱情总是不让人那么顺遂 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情歌 都是悲伤的情歌 对 因为美好的情歌就 就美好了 不需要再去唱 没什么好唱的啊 就是happily live ever forever 就是童话故事了 对 好 其实今年在演出的时候 很多人到后来是买不到票 看不到的 但今年大家运气很好 到高雄去看 对 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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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